大部分人做小谷 他們追求的是自己 提升自己的自我肯定 當然也是追求時尚感 所以說 小谷導不是一個客觀的一個標準 是一個很主觀的選擇 方形臉變成現在所謂的 變成瓜子臉 那當然會比較時尚 你跟上時尚的流行腳步的話 你當然會覺得比較有自信 那小谷臉型也是個 很重要的一個 臉型的特質 就是什麼叫特質 它會給人家一個五行的定位 當你臉放的時候 你老臉過來人家說你是方臉 就這樣 不管你長得再美 五官再怎麼美 你就是方臉 那你方臉 你就會覺得你個性比較不好 你脾氣比較硬 類似這樣 就是會這種五行的定位 那你之後變成額帶臉 人家說你比較甜美 你比較可愛 你比較溫和 這就是五行定位 這時候你不用講話 你光別人看到你 你就已經被定位了 就這樣子 那你是屬於比較傳統臉型 還是比較時尚的臉型 你一樣被定位了 所以為什麼現在年輕人 為什麼這個手術 它不是年輕人做出來 因為這種定位 會造成他們人際關係上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可以看你 我方臉 你說的 很高 還有 你看 對 看